感应篇《住训症》中说 苏州无区访的诗翁 听诉喜欢不失钱财 年过四十才生一子 有一次他带着几百两银子到虎丘 去修建观音大殿 忽然听到剑池旁边传来一阵哭声 上前一看 原来是幼石私塾的铜桌贵迁 石翁急忙上前慰问 贵迁说 家里贫穷欠了债 被逼债走投无路 打算在此了却生命 石翁很同情他 就送他三百两银子 贵迁向着观世音菩萨礼拜 而且发誓说 师君的大恩如果今生不能报 来世也要坐全马来相报 哭着就跪拜而去 石翁回家之后 贵迁上门来致谢 石翁见他贫苦 又把一片枣园送给他安身 贵迁有一个女儿 石翁又约定了婚姻 不久 贵迁在枣树下挖出了埋藏的银子 一千多两 是石翁父亲当年埋葬的 从此贵迁家变得殷实富足起来 石翁家却日渐衰落 夫妻相继死亡 儿子施桓也落得无依无靠了 贵迁听从妻子孙氏的话 不但隐晦了以前的誓言 还想赖掉婚约 竟然全家搬到汇集 石翁去投靠他 他拒绝不接纳 石翁不得已 只好托邻居 向贵迁提出过去 父亲资助过他三百两银子的事情 贵迁说 借贷必须要有借据 只要拿借据来 我绝不赖账 石翁听了 很气愤地哭着回去了 过了几年 贵迁到京城办事 被人欺骗 丧失了一半钱财 住在旅店里无聊昏睡时 感觉忽然到了一所大宅院的门前 院门关闭 旁边有个洞 他不自觉地 双手趴地钻了进去 只见大厅里灯火辉煌 有位老人靠着桌端坐 他就是狮翁 贵迁很惭愧 想坐衣行礼 可是手趴在地上 怎么也站不起来 抬头和狮翁说话 狮翁也不回答 只是呵斥他说 畜生当死 狂叫什么 又见诗环从里面出来 贵迁就咬住他的衣服 装作产孝的样子请罪 诗环骂道 畜生 你装什么怪 一脚把他踢开 贵迁听到频频叫畜生 心里纳闷 他低着头走到厨房 见师母正坐着 切一块煮熟的肉 贵迁就在左右跳来跳去 而且蹲着说 夫人家都怀旧恨呀 这样祈求给他一块肉吃 师母叫仆女说 畜生嗷嗷乱叫 实在是讨厌 快拿棍子来把他赶走 贵迁大吃一惊 跑到后园 一见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在 仔细一看 都是狗像 回头看自己的身影 也是狗像 心里非常害怕 他问妻子 为什么到这里来 妻子说 你还记得观音大殿前的誓言吗 还有什么可说的 夫妻父子就绕着鱼池走 肚子饿极了 见到有人份 闻了闻 气味也不错 妻子和儿子先吃起来 自己也馋得流口水 用舌头舔了舔 觉得味道很美 只恨太少了 这时候 忽然听到传呼说 主人命令 从这些狗当中 选一条肥状的煮了吃 于是就把她的长子绑去 哀叫声 极为惨期 桂千猛然惊醒 原来是个梦 她急忙收拾行装回家 等她到家 见家中的中堂旁边 停了两幅棺材 供桌上提着两个儿子的性命 她的心越发跳得厉害 赶忙进入卧室 妻子已经病危 快要断气了 桂千喊她 妻子忽然瞪着眼睛 用她长子的声音说 父亲怎么今天才回来 阎王因为我们家 背负施家的大恩 父亲以前有誓言 我们兄弟和母亲三人 明天要去施家投狗胎 两条公狗是我们兄弟 一条背上长留的母狗 就是母亲 父亲因为阳寿未尽 到明年八月 也要做施家的狗 以实现以前的誓言 只有妹妹命里 该和施还结为夫妻 可以免除此难 说完就断气了 桂千见到所说与梦境相符 又惊慌又痛苦 刚要病葬 全部住房又烧起来 三副棺材都被烧成灰烬 她带着女儿到苏州 去探问施家儿子的消息 她本来以为施家赤贫 不知漂泊到哪里去了 到了施家 却见门墙焕然一新 问施家的邻居 才知施还重举 娶了邻居 终之参政的女儿 桂千惭愧悔恨 不知道如何是好 她找到一位认识的人 向施家表示悔过 要求见面 而且想献出女儿做妾 来赎还以往的罪过 施还不答应 再三恳求 才允许见一面 桂千刚进门 突然从墙边窜出三条狗来 围着桂千哀叫 其中有一条 背上果然有流子 桂千知道是妻子 心里很痛苦 她向施还哭败着不肯起身 对施还讲述自己的梦 以及妻子临终的话 而且说 我的家已迫不能回去了 但愿恩人能网开一面 收留我的女儿作为婢女 我也愿意做仆人 终身服侍 以免脱身为狗 我就知足了 施还见她说的悲惨真切 也就勉强答应 选择即日娶她女儿做妾 桂千也随女儿住在施宅的旁边 这天夜晚 桂千梦见妻子对她说 幸亏你悔罪 施家的祖先已经为你祈求赦免 我们母子也得以脱去狗身 到天亮 听说三只狗夜里全死了 一般人也许认为 杀到银的夜里重 的确会现前很严重的果报 但语言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不会有大的果报 其实语言的作用很大 语夜同样有一种不自在转的力 例如开口说虚狂的誓言 以这个妄语夜力 是会真正实现的 前面邪淫诗里中 翟光远打妄语说 我如果做了此事 我就遭雷劈 后来果然被雷劈死 这则诗里当中 也显示了类似的报应之下 贵迁欠债被逼准备自杀 被同学诗翁救济 他在观音菩萨面前发誓 今生如果不能报恩 来世也要做全马相报 可是贵迁发誓之后 又隐晦誓言 赖掉婚约 在诗环投靠他时 他不承认自己曾经受过同学的救济 就是以这样一句背弃誓言的妄语 把厚厚英作的报恩行为遮止 让诗环走投无路 贵迁不了知背弃誓言的负面力量 会反过来在他全家人的身上 献钱果报 人算不如天算 贵迁有办法可以舍弃誓言 不报恩 但业果律要让他全家给施家做狗 来实现誓言 贵迁忏悔得快 诚心愿做仆人 才免了作为狗身之难 所以与业的作用力很大 不能不畏惧 从正面来看 诚实语的力量极大 例如 《咸鱼经》上讲 世尊因地为了救鸽子 割舍肉身来做交换 当时 第十天考验他说 你今天损坏身体 痛彻骨髓 你没有悔恨之心吗 菩萨说 没有 帝氏说 你这么说 谁相信呢 我看你浑身颤抖 你说没有悔恨 有什么证明 菩萨就发誓 我从最初一直到现在 我所求愿意 我所求愿的一定会获得 如果我所说的是至成不虚 就让我的身体恢复如初 这样发完事 身体立即恢复超胜以前 所以语言诚实不期 可以赶天动地 如果句句说出来都是第十语 就有设服人心的力量 誓言的力量能力极大 这是语业上自然的规律 宋朝时 司马光曾经开始流气修身的要点是说 功夫唯一是真诚 首先从不忘语开始 他说流气的生平就是一个成字 颠扑不破 当时老百姓流传一种说法 如果到南京不见流气 就像过四周不见大圣人一样 他为什么有这样大的感召力呢 就在一个真诚 要知道 我们的语言如果有一分虚妄 那就是语言有过失 我们就会丧失一分真诚的力量 如果连细微之处都不期望的话 语言会越来越具有威力 明白语业的作用之后 我们应当怎么做呢 就是要尽量改正不诚实的缺点 努力做一个心口如一的人 心和口一致 口就是心 心就是口 对人真诚 口善心善 口里赞许别人 心里也要赞许他 口里说怎么做 心里也想这样做 能这样心口如一 就是了不起的人 当然 又是为了利他随缘方便妄语 是菩萨的善行 这一点也要分清楚 在当今人类的贪欲 急剧膨胀的时代 为了获取名利 造妄语业非常普遍而严重 在商界 不法商人不择手段的吹嘘 夸大商品功能 例如一件很普通的食品 却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 被吹嘘成具有 易受延年 包治百病 开发智力等 无所不能的功能 让千家万户上当受骗 成员了奸商的腰包 本来令人致食昏昧的酒 在酒类广告画面上 展示为友谊健康 清净高雅的形象 刊登和播放这些广告的 报刊 杂志 电视 网站等 为了赚取广告费 扮演帮凶的角色 没有职业道德的某些记者编辑 收受贿赂之后 写出不服事实的 所谓有偿新闻 为人数杯力转 由此 很多骗子腰身一变 便为社会名流 成功人士 在借这个吹响了的名声 大肆行骗 也有医院 在不具备真实医疗水平 设备条件等情况下 拼命在各种媒体上 做广告 声称医疗条件如何先进 专家的医数如何高超 治愈率吹成几乎是百分之百 招来病人后 又以低劣的医疗技术 敷衍了事 患者 在付出成千上万元的 巨额医疗费 几乎倾家荡产之后 病情却毫无起色 这时院方 又以种种借口推脱责任 将病人一脚踢开 文艺界的谎言 更是铺天盖地 所谓的济世文学 电影 电视剧 完全不顾历史事实 颠倒黑白 任意篡改 学术界 本来以探求真理 严谨求实而自居 但是今天 弄虚作假的现象 也是触目惊心 例如 为了评上职称 为了使论文 在学术刊物上发表 随意编造实验数据 或者 在收受不法商人 或单位的钱财之后 在未经严格考核的情况下 就开出虚假的鉴定报告 这些完全违背了 一位科学工作者 基本的求实 诚信的职业道德 在职业场上 为了求职升职 花钱买假文凭 假学历 编造虚假的工作简历 技术特长 某些娱乐电视节目中 主持人 极尽巧舌之能事 一出口就是妄语 奇语 不堪入耳的下流语 人们却听得津津有味 神昏颠倒 把这位不惭不愧之人 奉为偶像来崇拜效仿 某些旅游景点 为了招揽游客 把穷山碧壤 描绘成文化圣地 世外桃源 人间仙境 大做宣传 引人来上当 某些气功师 胡编一套功法 吹嘘修他的功法 能强身健体 开发各种人体特异功能 结果很多人 不仅没有练出什么来 反而造成出篇 又发出精神问题 不仅未能健身 反而使身体更加衰弱 从上述中 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妄语相 很严重 妄语似乎是家常便饭 为人们经常运用 并不以为是一种罪恶 36行 行行都有妄语相 原来人们 引以为耻的恶业相 现在是铺天盖地的普遍现象 现在信息社会 电视台 报刊 网络上登载的一些广告 受众数以亿计 业相非常巨大 行为的方式不是一人说给另一人听 而是幕后操纵者以媒体作为传播途径 以文字陈述 以种种的画面形象显示 以各种的手法 各种声光渲染 这都是行为广大的方式 它的次数不是一次 而是在电台电视等媒体上 密集播放 狂轰烂炸 这样前所未有的妄语相 根源在哪里呢 就在人们没有因果正见 不以妄语为恶业 所以一激发起来 人人趋向造恶 只有树立了因果正见 这铺天盖地的谎言 无休止地相互欺骗 才能消失 妄语有一个特点 就是无中生有 某些广告策略就在此处 例如 一种商品本来很普通 就把这种普通 相变为特殊之相 功能一般 就把它烘托成功能巨大 本是丑陋的 装饰为美妙 这就是无中生有 商人为了获取利润 在贪心推动下 就要想方设法让人上当 他一定要无中生有 不讲妄语 如实而说 他认为这样 不能吸引更多消费者 来购买商品 他认为 如果形象做得很美 很大 渲染得很好 就能吸引顾客的注意力 产生购买欲 人们在符号的世界里 便记执着 习气很重 一看到符号 不问本质 就对商品形成美好印象 而产生购买欲 因此 狂聘顾客的方式 就是无中生有 这样 才能起到期货性的效果 图案 色彩 语言 背景 音乐 把一个个符号精心营造 组合 这样烘托出一个 总的假象 表现出商品的价值和意义 使人们误解 这是无中生有的含义 妄语动机 就是掩盖真实情况 而乐意说一种虚假的像 过去因为科技不发达 妄语的受众人数也很少 今天妄语业的模式虽然没有变 但由于传播工具发达 一次受众数以千万计 数以亿计 因此妄语的业果极度放大 个人有个人的妄语项 社会有惊人的群体妄语项 妄语业的泛滥 将会把人类推向何种结果呢 大智度论上说 妄语有十种罪 一 口气臭 二 善神远知 非人得便 善神会远离说妄语者 不愿意亲近他 一些非人承虚而入 干扰他的身心 如果一个国家国民 普遍都缺乏诚信 这个国家就没有正气 邪文化容易侵入 三 虽有实语 人不信手 即使自己说的是真实语 别人也不会相信 当今时代 人与人普遍缺乏相互信任 四 智人谋意 常不参与 被妄语习气推动 只习惯生存在妄语纷纷的世界中 智者第十的言论 能让人心得安乐的言论 却避而远之 不去参与 妄语盛行时代 人们津津乐道的 都是一些具有期货性的法 在那种场合中 会觉得很相应 而真正清静正法的交流场所 却不愿屈辱而远离 五 常被诽谤 丑恶之声 周闻天下 这个时代 有人赚了很多钱 却常常被人诽谤 这不是无缘无故的 我们看到几乎尽是名人 大商人受诽谤 越是公众人物 越会遭人随意批评 恶名比谁都传得快 他今天有点什么事 就会被记者炒作 编出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瞬间就传遍了全球 六 人所不敬 虽有教制 人不成用 人们不会恭敬说妄语之人 他虽然站在上面 说一些教言 但无人听受奉行 七 常多忧愁 妄语者心地不坦然 所以忧愁 害怕别人揭穿他的诡计 虽然广告上吹得很大 但吹嘘得越厉害 越怕真相暴露 八 众诽谤业因缘 即便没有被人诽谤 但未来肯定要受人诽谤 九 身怀命中当堕地狱 十 若出为人 常被诽谤 最后两条是说 后世的易蜀果和领受果报 以妄语业命中会堕入地狱 从地狱中脱身为人后 也常常被别人诽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订阅